大家好 我是张佩芝 欢迎您收听收看 5月12号的美国万花筒节目 去年的这个月 美国在巴基斯坦 寻货并击毙本拉登 随着美国在爱富汗 和伊拉克战事的结束 20多万美军带着身体 和心理上的创伤返国 现在美国军方召集地产公司 和著名的建筑师 为这些受伤的军人 提供高科技的无障碍环境 一起来看看 这间房子外表看起来 可能跟一般美国郊外的 房子没有两样 但屋内却别有洞天 屋内的所有设施 都是特别为返回 维基尼亚州北部 贝尔沃堡 有严重肢体障碍的 美国商兵所设计的 屋内的平面设计是开放式的 走廊宽而长 方便轮椅活动 橱柜上的架子可以拉出来 浴室里有兼顾的把手 几乎所有的房间都有拉门 克拉克地产公司的诺南说 受伤战士住房计划 有多重目标 我们要做的不只是 大大超越无障碍房屋 应有的标准 更要创造一个 人人想要住的舒适环境 在厨房 只要一按钮 就可以让水槽升降 炉子也是一样 台面也可以随家庭成员的 不同需要调整高度 我们一开始在设计的时候 就刻意想要这些房子 看起来不像是一走进来 就知道有肢体障碍的人住在这里 格雷夫斯和他的团队 设计的建筑 曾在世界各地得奖 2003年 一种罕见的感染 让他从腰部以下瘫痪 格雷夫斯说 他觉得自己特别有资格 为受伤的士兵们设计房子 我能为他们设计 最符合需要的房子 如果我在10年前瘫痪之前 就知道 我也会为自己的房子 做同样的设计 但是当许多军人 坐着轮椅回家时 有更多伤兵的肢体障碍 是在其他方面 我身体右侧受到三级烧伤 从肩膀以下直到脚踝 谢尔是在伊拉克 从一辆着火的卡车上 营救一名同僚时受伤的 他还遭受势力减退 即创伤后症候群等问题 受伤战士小组 要求谢尔和他的妻子担任顾问 谢尔建议在设计房子时 加入大面积的窗户和玻璃门 透出来的自然光有治疗效果 也可提供安全感 触控按钮 也可协助烧伤患者和被截肢者开门 谢尔的烧伤 使他难以调节体温 因此他建议在屋内安装 多个温度控制器 我真的希望这个房子的概念 能够传播到整个陆军和美军 格雷夫斯则希望这样的设计 能扩展到军队以外 我们为贝尔沃堡设计的这些房子 也适用于全美有肢体障碍的人 甚至关节炎患者 目前已经有两幢受伤战士房完工 未来几年还计划为返回贝尔沃堡的美军士兵盖19间房子 美国万花筒电视报道